其实你没看懂斗罗 连忠实粉丝都不知道的五个秘密 你又知道几个呢 首先第一个唐三其实是后天满魂力 不是先天满魂力 唐三在六岁五魂觉醒的时候 测出了先天满魂力 这一度惊艳众人 但其实这是个误区 那就是唐三的满魂力是后天修炼来的 唐三跳崖明智来到斗罗大陆 是保留了前世记忆的 所以从小唐三就开始修炼唐门各种功法 其中包括玄天宫 但是到六岁五魂觉醒之前 玄天宫一直卡在了一个瓶颈期 后面在五魂觉醒并且吸收第一个魂环之后 玄天宫才得以突破 这说明在他五魂觉醒之前 玄天宫不知不觉把他的魂力提升到了时级 想要进一步必须吸收魂环 所以可见他的满魂力是玄天宫修炼而来 第二个秘密 唐浩带领唐三隐藏在圣魂村的秘密 关于这一点很多小伙伴们可能会说 这是因为唐浩为了躲避五魂变追杀 并且内心对阿英的死十分愧疚 所以才会选择这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躲避 也是为了唐三顿好的成长 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在阿英献祭之后 唐浩是一直想要努力修炼 然后去找五魂殿报仇的 意外之下发现小小的圣魂村 居然有一个莫名的恐怖力量 为了调查清楚 唐浩才选择在此隐居 不过知道最后唐浩都没有查清楚这股力量来源 不过作为粉丝咱都知道 这股力量来自一个不起眼的小老头 第三代木白和朱竹青是兄妹 小伙伴们都知道 青罗帝国的皇室都要和朱家定亲 所以戴木白的母亲和奶奶 是朱竹青的至亲 小编表示太乱了吧 这还好是小说 放在现在简直不可理喻 第四唐三帮助大明二明逃跑的时候 为何不使用汉海乾坤照的隐身效果 帮助他们逃脱呢 要知道汉海乾坤照可是多次帮助唐三化险为夷 那这么关键的时候是唐三忘记使用了 还是感觉大明二明体积太大照不住他们呢 小伙伴你觉得呢 第五罗刹神传承之谜 任雪神卫考核的时候 都得到了各种奖励 甚至可以使用神器 那么同样作为神卫传承的比比东 他为什么如此可怜 不仅没有神器 还要压制自己的魂力 明明有99级的实力 却被等级远低于自己的唐三压着他 罗刹神的传承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